《开悟的条件》 那我们讲这个开悟的条件 开悟的条件呢 我们今天谈这个意有 意有的意思呢 也就是道理 对你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 能够帮助你的朋友 也就是道理 佛陀时代 释迦牟尼佛时代 他最后呢 他组织了一个这个僧团 那么这个僧团呢 就叫做僧家 生家 生家的意思啊 就是一个团体 一个修行的一个团体 那么他这边呢 他守住三个原则 当初呢 这个僧团呢 主要是一个见解相同的团体 在见解上 大家是一致的 他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明心 见性 能够开悟 能够见性成佛 那么由这个 这个释迦牟尼佛呢 就是当为这个僧团的指导 指导大家修行 第一个是见解相同 因为大家的目标是一样 那第二个呢 他本身来讲起来 就是他们的经济 经济是共同 经济 大家经济都是一样的 在佛陀的僧团里面 每个人没有私人的 没有私人的财物跟财产 一进来 你的吃饭的这个家伙 吃饭的家伙 你睡觉的床祭 你着的衣 都分一套给你 衣服给你穿 床祭给你握 吃饭的家伙 出去这个化言 你有这些东西 没有私人的家当 不是谁比较富有 哪一个和尚比较富有 哪一个和尚比较穷 没有的 一样大家一地平等 这经济是共同的 像我们现在啊 雷藏寺的这个僧团 一样的 经济是有的 你日常生活 给你一点零用钱 买一点日常生活的用品 还有这个 这个看医 看医生 就是这样子 你没有其他的家当 再来呢 戒力 共同要守 同样的 这个戒力啊 适合在每一个人身上 没有哪一个人特殊的 当时佛陀的这个身团 就是这三个很大的原则 戒力 大家一起守 经济 大家一起有 见解 大家一起都相同 当初的这个佛陀的真团是这样子的 以后我们所佛教啊 自立所界定的这些身团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那没有特殊的没有例外的 大家都是一样的 要用截魔 截魔就是什么呢 就是法 有几个长老来主持截魔 那么把这个法令定下来 那么宣布这一条戒律以后啊 哪一个患的就要起来自己讲 然后同时要忏悔 这个就是截魔啊 这个戒力的 你换了什么 讲了 你自己公开跟长老讲 那么讲了 这个长老给你加持 那么你自己修忏悔法 都是这样子的 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共同的这个身团的这个团体 戒 没有人可以坏的 都是一样的 经济 都是共的 见解 都是同的 这个就是佛制底下的身团 那么这个什么呢 这就是义友啊 就是道理 大家一起修行的就是道理 就是帮助你的朋友 你不晓得你离开这个真团看看 外面社会就是一个大染缸 大部分一离开啊 一个月两个月的 就是很危险的 那联营上司啊 他从哈尔滨回来 他说变了 整个都变了 到处都是陷阱 他回来有一天 突然透露消息 他说他到哈尔滨啊 朋友带他去 好多老夫 好多老夫 他说他朋友都是喜欢老夫 他自己啊 不敢说 这个另外还有一个法师啊 他回到这个欧洲去 回到欧洲去 他回来有一件时间啊 心灵啊 不平衡 心啊 动荡不安 何以故 什么原因 他有点想 他出家太早 他说 我都还没有 还没有完够啊 他既然就出家了 他的朋友啊 这些朋友都跟他讲说 你出家做什么 但回来一阵子啊 跟我们这个僧团啊 活一阵子 还好就平静下来 这个社会啊 是大染缸 你不相信啊 你跟我们在这里一起生活 过得是很平静 你一出去啊 心灵啊 就马上起伏啊 动荡不安 很容易就被老虎吃掉 这个是一种 一种试验 一种 一种考验 社会本身来讲 就是一个很复杂的 很复杂 很复杂的 其实在一起生活 本身来讲 就是道理 就是良师 亦友 良师亦友 因为大家过的生活都一样 没有什么比较 你出去一看 社会不同的 所以在家祭祀要修行啊 很难就是问题 就是在这里 因为他会一天 透过一天 他没有时间 跟我们一样的 早课啊 这个武功啊 晚课啊 同修啊 拜参啊 持咒啊 念佛啊 坐禅啊 做慈善事业啊 他没有时间 跟我们做这个 这就是在家祭祀 是困难的地方 所以我们 像西雅图雷藏寺的 这个僧团 就是一种 义友 也是一种道办 可以互相鼓励啊 互相看 互相切磋 你这样子成就会比较快 同时你在这里啊 规定时间 你一定要修法 这个就是说 佛陀的僧团 也是这样子的 那今天讲到这里 Omah Nen Bémi Ho